台鐵公司化一波三折 行政院主機處近期表態 不同意台鐵以土地清償短期債務 並且要限期二十年還款 台鐵企業工會認為 之前跟交通部協商 公司掛牌必須債務歸零 如今共事被推翻 如果四月十號之前得不到回應 就要關閉協商大門 往後國定假日不加班 也不排除要啟動罷工程序 臨時召開擴大理事會 台鐵企業工會不滿公司化協商會議中 行政院主機處拋出不同意台鐵一波三塊 精華低段土地成立常債基金 公會說以地償債實際有共事 現在被推翻 意味台鐵公司將負債掛牌上市 財源拮据下安全絕對打折 公會不排除在發起國定假日依法休假 甚至罷工來抗議 之前跟追蹤部的協定是公司掛牌必須債務歸零 四月十號之前 如果沒有得到一些正確跟戰略回應的話 我們就關閉協商大門 只要四月十號關閉協商大門來講的話 我們會無限上抗 達到我們的目的 沒有說一開一個公司一個掛牌 就一千六百億負債 只要負債在身上的情況下 這個鐵路安全在哪裡 公會表示已經與臺鐵資方開過四次公司化推動會報 再由臺鐵將意見帶到行政院 但主計數近期精算 臺鐵短期債務原本是一千四百多億 因疫情虧損已經來到一千六百多億 因此不同意以地償債 限速要二十年還款 公會認為臺鐵虧損是長期配合政府 動漲票價也服務偏遠站 政府至少應該答應以地償債 若四月十號沒有回應 就會關閉協商大門 開始連署未來所有國定假日 都依法休假 同時啟動罷工程序 送勞資爭議調解 來取得合法罷工權 臺鐵去年也因為公司化勞資期見 公會發起五一國定假日依法休假 最後僅有十一位司機員 開出十八次去見列車 交通部調動公路客運以類火車支援 未避免歷史重演 交通部喊話公司化最後一筆路 希望可以一起努力 也要求臺鐵局長杜威加強溝通 介紹介紹提供 Sheriff swarm 一 völlig正確的 並且窮發火車和凡斗 晚上就飛到時候 謝謝 觀看 閉嘴 어�v 下山區